今天是10月14日 10月14日是甚麼日子呢 就是這個立法會 這個相當之不公義 大家都知道777強硬把立法會 這個選舉是拿走了 是延了一年 大家都明白為甚麼 就是要希望操縱選舉的結果 等到明年 譬如搞下這些大灣區投票 又看看搞下那些重票 又再DQ多些人 令到其實選舉已經是 衰到不得了 還要搞到一個完全體無原夫的制度 是很困難 不過大家都放心 多困難都好 我們都引辱負重 在這個困難的情況 我們都會在這個不公義的議會裏面 我們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好了 講回這個政題 不如我首先給大家看一張截圖 10月14日呢 這個是深圳的截圖 這個是央視的截圖 大家可能遠都看不到 好 有一批趴在那裡的人 你以為甚麼人要趴在那裡呢 就是這些777手下的流羅 有陳國基 鄭若驊 陳茂波 比加超 那些都在那裡 趴在那裡 寫甚麼呢 做筆記 那種奴才相 簡直令我們嘆為觀止 因為習近平說 奴才當然一定要寫 這樣 最大的奴才當然就是777 大家都知道 今天原本 是一個施政報告要讀過一天 官民論的政府 多離譜 多糟糕 多差 也好 有些是需要做 香港人未必對林鄭 是有任何的期望 但她拿著我們四百多萬的人工 這些狗官拿著我們很多錢的人工 那她是應該走出來交代 譬如在現在的疫情底下 經濟的情況底下 究竟政府有甚麼 是將 應該得到的支援 或者拿出來 大家都知道 派堂也好 付錢也好 不是施捨的 現在我們的政府 在說幾萬億的儲備 一毫子一分一毫 都是香港人共同儲回來的 這個不是林鄭777的錢 這個也不是這班高官的錢 而是香港每一個人的錢 所以她拿出來 令到我們度過這個水深火熱的日子 是應該要做的 但這個也不重要 因為現在有得去拆鞋 托太腳已經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就齊齊上去拆鞋 但大家看到這些謊話都很離譜 她說 這個777林鄭 她說以往也試過 老董也好 689也好 也不是10月開立法會去說 不過人家是事先張揚的 777林鄭是兩天前被召上去才這樣做 其實很多方法是去解決的 不過我相信現在就是中央要給個下馬威 這個777林鄭 即是刮她幾巴 我現在叫你上來 你要上來 不要這麼多話說 你沒有面子嗎? 我沒有面子你的事 你做狗奴才 我說狗奴才你的事 就是要你做狗奴才 即是一個完全香港人唾棄的所謂特首 是得到這樣的報應 是活該 即是活該 如果說得逐一點 因為你看老董也好 接著看貪僧也好 甚至看六八九也好 都沒有這種妹仔式的對待 去到777就是妹仔式 妹仔式的對待 為甚麼呢? 你叫777趙阿敬 他上場這幾年 搞到香港雞毛鴨血 搞這個送中條例 其實不只是擂香港 而是阿爺的 你想想現在 搞到中央變了過街老鼠 被這麼多人罵 其實最灰禍首呢 就是這個777林鄭 我不知道大陸有沒有聽到 其實淚街坊是你 你選出來的777林鄭 否則的話 可能都不需要去到這樣的田地 中國人有一個紅顏禍首 當然這次是豬扒禍首 即他的貓仰 大家看到都吃不下飯 不過禍首就是真的 這一點的做法 是將一國兩制斷送的 為甚麼呢? 因為你 令到北京是看不起你 令到北京覺得你是妹仔 是狗奴才 那你香港原有的地位便沒有了 所以現在說的是怎樣? 現在要跪在那裡 希望別人施捨它 甚麼大灣區經濟 甚麼靠深圳大挾它 有沒有搞錯? 我們香港是一個 亞洲的國際城市 曾經是一個亞洲最重要的金融的一個都會 一個金融中心 事實上在亞洲曾經最活躍 最有活力的市場是香港 是真的跟這個紐約和倫敦一起 即是一個圈 在全球的資本市場 以及在投資市場裡面 一個重要的一環 現在香港已經成為甚麼? 沒有一國兩制 沒有改人治港 沒有高度自治 沒有三權分立 沒有法治 甚麼都沒有 只剩下一個殼 那你去到這樣的田地 你要別人尊重你 你真是收皮 所以大陸這樣對林鄭 對這個777真是第四 是他應該的 不過最慘的是淚街坊 是淚了全香港 因為這個垃圾 如果他不是做成這樣的話 可能香港今天不需要去到雞毛鴨血 水深火熱 但因為他 從這個送中條例去到現在 每一次都是行錯的 每一次都是愚民為敵 每一次都是 是完全 是把所有要做的事 是倒轉去行 所以令到今天是這樣 說回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見到 香港已經沒有任何的自主 DQ已經做了 大家都知道 十二個 我是其中一個 當然還有其他的 我猜會陸續 跟著現在搞大灣區投票 已經將香港原有的制度 甚至法律都不顧 為什麼呢 香港原本的法律 在選舉條例裡面 是要經常住在香港 有香港的地址 才可以去投票 現在如果在大灣區投得到 根本都不是在香港住的 那住在大灣區 誰代表大灣區呢 那他怎樣可以選到一個 舉個例區議員呢 怎樣選到立法會議員呢 他都不在香港住 可能在大陸住了很長的時間 如果大陸有選舉 他真是深圳東莞選 可能更加適合 但是他選香港的 立法會議員也好 區議員也好 這個當然是離譜了 已經去到 是不顧顏面 這樣去做 斷送了國兩制 斷送了香港的前途 甚至最近 這個林鄭拍馬屁 好像有個大陸的電台 一些訪問問他 電視台電台 他說 不要緊的 我們看到深圳 GDP過香港 還要說些托大腳拆鞋的東西 深圳又多好 深圳又怎樣大協我們 這樣 一個人去到這樣的水平 真是獻勢的 見多一眼都嫌多 香港有的 是大陸不會有的 當然你說去到今天 剩下多少 可能剩下多少 或者甚至越來越少 但是法治 制度 廉潔 公平 公正 這些大陸是不會有的 你說多離譜多假的選舉 他都是有一個部分的一人一票 都是曾經尊重法治的一個地方 曾經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地方 但是現在已經蕩然無存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但不是撥亂反正 其實要七七七應該借罪 他死也無用 也借不到罪 其實他最好就是 一個正常人 自己都應該離開這個崗位 真正不要再害香港 不過無法指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也起碼不要再傷害多些 現在的傷害是越來越大的 因為 再所謂融入去大灣區發展 即是將香港僅有生存的空間 都拿走 那是不會有將來的 很多這些每行一步 大家都見到是在傷害著 甚至現在在說 我拉回到疫情去說 因為今天我也做了一個記者 見了一見記者 說了現在在香港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第三波 去到現在 即是七月 那個海員 機組人員 擴大豁免檢疫 那個大浪蓋到現在都未完 還是不斷有些沒有源頭的個案 但是政府不是真的做好事 他最近搞甚麼大龍鳳呢 他想做一個叫做強制性的全民檢測 不是 強制性的檢測 因為全民檢測已經搞不定了 花了5億3千萬 就做了178萬個 其中其實 說就是找了32個出來 但是32個裡面只有13個是沒有病徵的 其他 全部要是有病徵應該去做 另外就是那些叫做 緊密接觸者 只有13個 我計算這條數是4千萬一個人 那麼 後來現在計算這條數 開始今天的傳媒踢爆 然後原來不計這個全民檢測 之前那幾個群組 已經花了數億計的錢 而其中超過1億6千萬 也是給回那些 跟中資、國企 或者跟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檢測商 沒有經過公開招標投票 私商授受 也是來到這件事 然後現在說要再搞這個 所謂強制的檢測 現在我們一想就想 又是拿著數拿出去 強制有沒有用呢 我做了一些研究 全世界都沒有強制的檢測 除了中國大陸 我們不可以跟中國大陸 也不可以跟它比較 也不可能去評論到它 因為跟香港不同 香港是行一國兩制 是一個自由和尊重人權民意的社會 起碼曾經 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國家 它一定會強制做的 就會在邊境那裡做 因為邊境就是進來這些病毒的源頭 那我們的政府就用屁股去思考 因為怎樣這樣說呢 人家就在邊境那裡做檢測 然後在社區那裡當然有需要去做 它是倒轉思考的 邊境現在我們撇開了機組和那些海員 還有超過30類的人士免檢測 碰碰碰碰過來香港 不用檢測不用檢疫的 這個基本上是輸入的一個漏洞 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去做事去堵塞的漏洞 去驗這些到現在都可以碰碰碰過不需要檢測的人 而是找個強制去驗香港 你想想強制真的很恐怖 到時有些警察 你想想有幾個綠色物體 捉住你 你沒有驗 我現在捉你去驗 再不是給了599、2000元 你不就是令到香港更加進入到一個叫做不能自拔的地方 其實香港人是很爭氣的 你想想去到今天沙士之後 沙士是香港人自己救自己 大家都知道我們盡力自己去做好 沙士的慘痛經驗 令到香港人在之後知道懂得怎樣做 最重要千萬不要相信政府 自求多福 所以由這個武漢肺炎 1、2月到現在 是香港人自己 即是死坑死底也好 怎樣去爭也好 戴個口罩 如果躺政府便可以死了 林鄭她說你不准戴口罩 戴了也要脫下來 你記不記得那些完全沒有良心的話 香港人就是知道政府是靠不住 所以自己去做這件事 第二你說檢測 每一頓有爆發的時候 你以為政府會做事會主動去檢測那些人 她當然不會 是要那些街坊、區議員、社區人士 又求又罵又譴責 政府才知道 好吧我和你驗 驗不到驗得那麼差 現在是因為政府辦事不力 不是那些香港人不想去驗 早兩個禮拜之前 你知道怎樣派瓶嗎 一天是一兩個小時派 早晨早7點多派到8、9點 如果你不是一早去排隊 連瓶也拿不到 然後突然間 離開了大譜 就說要這個強制 我作為醫生 我可以告訴大家 她其中一件事 要有甚麼輕微的病徵 就要強制去驗 我們 從醫學院學做醫生去到今天 這件事一定要做 是尊重那個人和病人 我們從來都不會逼人 或者病人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 這個不行的 大家都可能聽過 有一些宗教是不會輸血的 或者有些病人 他是沒有辦法接受 就算我們覺得 講到口水都乾 你可能不吃這顆藥 你可能會沒命 你不輸血可能你沒命 你不做手術可能沒命 我們的心是很緊張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逼病人 抓他上台 劏他 我現在要救你 張開口 塞藥下去 或者五花大綁 他和他驗血 我們不會這樣做 因為每個人 你都會尊重他的權利 他的人權和他的自由 如果他完全明白所說的 而他仍然有這個選擇 你要尊重他 這是我們的底線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說服 去說服 或者便利的市民 但是不是動不動 就用嚴刑 用惡法 去規管市民 現在最大的瓶頸 就是市民驗不到 拿瓶拿不到 不知道交去哪裡 如果你真的這麼緊張 為甚麼不是全民派瓶 那些沒有人戴的同心口罩 不是全民派 沒有人戴他都送給你 大家不知道 家裡還有甚麼同心口罩 你走過街上 一百個沒有人戴這些同心口罩 不知道浪費了多少億的錢 他又給你 好了 你說檢測 沒有瓶 真是慘了 沒有瓶 你去那些指定中心指定時間 可不可以 我正在工作 我不可以 朝九晚五去 我對不起 我們不會幫你 如果是緊張的 你說要家庭醫生幫忙 就在家庭醫生那裡放些瓶 你想市民便利 所有政府門診 衛生住門診 所有牙科等等 就放些瓶 給市民去拿 屋邨辦事處就可以放瓶 民政事務那些諮詢中心就可以放瓶 所有政府部門都可以派瓶 區議員辦事處可以派瓶 這麼多地方可以派他不做 然後說我現在要強制你 我叫你做 我不讓你做 我沒有辯理你做 我沒有責任 不過我叫你做 你不做 我拉你鎖你罰你 這個什麼世界 這個是完全極權的做法 我同意也明白 是我們要盡量去檢測 你應該用道理去說服人 用一些政策去幫人 而不是現在用 因為大家想起599 想起什麼呢 想起警察就是 兩個兩個四個四個走在一起 就算你三不識七天都給你599 罰你2000元 這個就是事實 你叫我們信政府 信警察 那些人一想 會不會又是整股我們呢 要厭遲些就抓你 輕的就給2000元的告票 重的就抓你去坐牢 這個完全是極權荒謬的社會 我看可能就是 有人說 你不明白了 搞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真的要做呢 其實可能最重要呢 我們講漏了 利益輸送 現在做的群組 已經花了 即是 那些維維維自己人 都已經1億6500萬了 那再做多這些 強制檢測 那 用不如十億百億幾十億都 即是 送給那些自己人 那 原來這個才是 最重要的動機 我終於明白 所以有些人說 你要浪費氣 這個政府根本是沒有聽人 不過我都跟大家講 最後 借幾分鐘的時間 不想阻大家休息 我們不能夠信政府 但是 我們一定要為自己 為自己家人 想多一步 所以 除了戴口罩 洗手 盡量 不要去一些高危的地方 也不用我教的 大家都知道 去到 有些場所 什麼卡拉OK 那些酒吧 那些大家要很小心 因為 就算你幾規矩 旁邊的人 剝走口罩 高談闊論 噴口水的話 你都要很小心 你不戴口罩的話 就是他驗你的 你要記住 然後你把病毒 帶回去給你家 驗到 家裡有路有亂 都被你驗到 所以大家千萬 有幾樣事情 一定不要做 第一 去那些食肆 或者酒吧都好 盡量戴個口罩 不喝的時候 聊天的時候 戴個口罩 保護你 保護你的家人 第二 越來越多人找些酒店 做那些叫做 中文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staycation 就是說留在酒店那裡 然後呼憑 換有幾十人在這裡開派對 千萬不要這樣 累死自己 累死家人 不應該這樣做 第三 戴口罩我講了 第四 就真的要為你自己 或者為你家人 當你有些徵狀的時候 請去做 這個病毒的測試 現在多數是做一些深痰的測試 其實是沒有創傷性的 是將早上在未吃東西 未喝水之前 第一個痰 或者叫深喉的退卻液 即是口水 放一個瓶裡去驗 那個成功率都是相當高 是絕對不差 什麼滅鼻 滅煙喉 那些 所以大家放心 但是主動去 找這些地方去驗 如果你覺得有些徵狀 你解釋不到 去那些高危的地方 跟著有徵狀 或者甚至發燒的 都不需要或者不用等 政府門診 或者家庭醫生叫你 你自己都可以去做 因為現在 香港還有四個檢測中心 在石禮 在啟德 在灣仔 都會還有 當然我們希望 就是全香港 每一個區域 都有這些收集中心 還有如果在某些情況 譬如在某區爆發 真的有爆發的話 在某區裏面 是多幾個點去做 不要嬌枉過正 不要做這些 是傷害香港的事情 為什麼會傷害呢 你想一想 如果有輕微的症狀 你不嫌你犯法的話 你會怎麼做呢 很多家庭醫生都在怕 我連醫生都不看 因為去到醫生說 你有病 我有這個懷疑你解釋不到的發燒 你說有機會中這個武肺 你嫌不嫌我報警去抓你 那些人一想很害怕 你又報警去抓我 那我不去 我不去 我不告訴你 那我起碼沒有犯法 所以做這件事 分分鐘不是幫了香港 而是更加害了 為什麼這麼說 你想想如果那些人 因為不想誤懦這個法網 不想被人抓 被人告 要罰錢 可能會有人選擇 連醫生都不看 他認為我不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不知道我有症狀 那我就不會被人要求 去強制去驗 我就不用被人罰錢 這些是很反智的行為 不過罪魁禍首 當然不是那些星斗市民 是個荒謬 還有是完全沒有幫到我們的政府 這個才是重要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既然政府靠不住 請大家做好自己 有需要的時候 自己主動去驗心談 戴口罩 避免去人多擠迫的地方 儘量不進食的時候 不吃東西 喝東西的時候 戴口罩 回家的時候 第一件事 洗乾淨手 洗澡 不要把病毒有機會 帶給家人 又怒又笑 因為政府做成怎樣都好 我們不可以靠它 但如果我們不懂得保護自己的 親戚朋友的話 最後仇苦 除了自己 就是家人 和所有的香港人 你當香港人都是自己的手足的話 你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們自己主動走一步 不需要靠這個 麻木不仁的政府 用一些惡法去規觀我們 我們自己都可以幫自己 我會保持著 有任何新的進展 新的消息都會盡快 跟大家討論 大家報告 今晚就到這裡了 大家可能看看明天 聽說那些憲勢派 就會包覽所有立法會的委員會 的投票 我們儘管放長雙眼裡看 這些完全無能 但是有阿爺照著 又可以拿很多位的建制派 怎樣 憲勢派 不好意思 是怎樣 不但幫不到我們 只是為了八位 分中是令到很多政策 是倒行逆施的 希望大家都盡力 為香港我們都自己走多一步 好 到現在差不多了 不阻礙大家休息 早晚拜拜 拜拜